那帮有心把这个讲座拿上去 来 各位摄影师们指挥一下 好 好 今天到目前为止最美的画面出现 各位请捕捉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说是一个三段式的故事 但她确实这个女主角经历了童年青春跟成年 那谢永新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中间这一段 其实非常的困难 一方面要衔接起前面 就是小女孩的这部分要有说服力 又必须承接起后面 就是成年后姐姐的这个部分 那刚才我透过我们在这里看这个直播的时候 发现那个谢永新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非常激动直接落泪 你之前没有预期你今天会上台领奖吗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棒 然后就是听到的时候还是不敢相信 然后就是很激动 我到现在还是一直破通破通的 那得奖你自己最想感谢的人有谁 有哪些呢 我最想感谢就是导演跟监制 然后还有就是跟我一起演出的演员 就是康仁爸爸 然后还有奈特里妹妹 就还有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 因为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演长片 就可以遇到这么友善的大家 真的就是让我很放松 然后也很开心 可以因为这个电影就是来到台湾 康仁大概第一次变加叫康仁爸爸 完全升级爸爸 但确实是因为吴康仁在担任袁长久里面 是饰演女主角的父亲 所以我们就顺势问一下 你跟吴康仁对戏的经验 可以跟大家聊聊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就是 因为爸爸拍这个戏就是要瘦到很瘦 然后是瘦到直接是看到骨头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不认得他是康仁爸爸 就是觉得好瘦 他真的很厉害的一个演员 但是之后就是斯底下 他又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哥哥 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就是让我有爸爸的感觉 好 那我们谢谢恭喜谢永鑫 获得今年金马奖的最佳新演员 我们要送他去维持留房了 来 恭喜